大家好我是Jack 那我錄一下 有關 戰地風雲6的新的消息 最近呢因為我剛 從埔里回來 那 戰地風雲系列的文章呢 我就停了 停了幾天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就先回來 就新北這裡 因為我的北部人 那以下這邊文章呢如果說你之前有在看 巴哈的文章裡面你會發現到就是說我有提到點就是說 戰地系列呢 將 將會 取消單人模式 那這篇文章呢就是在講這一點 那我先 開場白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在YouTube上面的 連接我會連接原文會連接下去那部分的文章 我會連接在YouTube上面去 那完整的文章我會直接放在我巴哈 小屋裡面 如果你要看原文的文章的話 你就麻煩你到的小屋 加入我的小屋好友裡面 你可以看一到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 那 文章跟影片最大不同是 我錄影片的時候我會把一些 另外 看到的一些資訊 或是我個人的感想 我會把在影片裡面當中 我會說出來 那 文章的話我會幾乎一字不漏的 我會把他放在文章上面去 那我盡量的 就是說 內容盡量的就是說 不要說有過於多碰轟 就是說一樣 原文一字不漏的去 解釋 然後 所有的 戰地系列包括 任何的文章 只要是我 看一下之後 我大概就是會有這樣的一種做法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戰地3的 影片 是我還沒有去埔里的時候 拍的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到正題 原文的文章呢 叫做 沒有單人模式的戰地6 利與弊 以下是原文部分 有關戰地6的最新遙遠 紛紛釋出 該遊戲可能沒有單人模式的宣傳 這一點 將可能被會視為是好事一件 到目前為止 戰地6玩家一直對遊戲 泄密者跟相關未經證實的消息 表現出正面的態度 因為該系列回歸 正逐漸吸引的一些玩家 但最新的謠言 最新的謠言更具爭議 因為這個表明戰地6可能沒有單人模式 該訊息是來自 Tom Henderson 他是一個泄密者的專家 過去曾經被證實 泄密出來的都是正確的 到目前為止 玩家輸出對這個消息 其實感到也是 不痛不癢 盡管 他們的神 確實向在地6玩家保證可以進行戰意 但是是什麼在意 沒有說 但他還沒有從信息中得到其存在 所以這也很奇怪 而且他們這位泄密者還指出 在EA最近的投資者電話中 並沒有任何提到 單人模式的宣傳 一直很容易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們 黑的神會有覺得 會懷疑這個部分 同時我們可以理解說為什麼玩家對這個消息的正面或負面 作出回應 因為缺乏單人模式 缺乏單人模式 將會有一些利與弊 也就是這邊文章所要敘述 再來就是 讓戰地迷感到失望的消息 他應該指就是單人模式 戰地6套脫單 戰役最大的弊端就是視顯而易見 因為喜愛單人模式的玩家 會一直感到失望 雖然戰地3跟4的單人模式 沒有流行起來 但是他的確有自己的固定粉絲團 之外 Bad Fail Bad Company 系列 之所以受歡迎 很大的成分是因為其提供的他們的劇情 主線任務呢似乎也在 也在戰爭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講的應該就是 Bad Fail Bad Company 他應該講的就是 這個遊戲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戰爭故事是在戰地1中引入 並帶到戰地5中的單人 遊戲系 我不太懂他講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玩戰地1 以下是我的解釋之後 我們在玩戰地1跟戰地5 甚至其他戰地4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他有些地圖其實在玩單人模式的時候 你在玩多人模式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 你有時候會看到 這些地圖 這些武器 其實你在多人單人模式裡面 已經有遇到過了 已經有接觸到過了 OK 戰地風雲系列的故事 將贊助於 有關 派系不同的故事 可以讓玩家了解衝突 不同方面的衝突 玩家在全球各地的 玩家可以在全球各地的戰鬥的坦克人員 戰鬥飛行機 飛行人員跟士兵 在這兩個短短的兩小時故事中 讓玩家深入了解 不同的文化 還有人們 戰爭故事之所以運行良好 是因為人們普遍對 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的 退伍軍人表示輕易 因為小型的戰役 通常表現出嚴肅的語氣 儘管這些對於 完全虛構的現在戰爭 而言效果不佳 但對於那些喜歡 戰爭故事人來講 這個消息 依然是 有些讓人家 失望 好處 他現在是講好處 優點 用更好的東西取代 戰區風雲6 單人在 就是好處 他現在是在講好處 不過好處就是 下面這篇是 這篇文章 應該算這篇文章 是非常 重點 不過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 騰出更多時間 跟資源 來向遊戲中 添加其他 更多的內容 儘管缺少單人模式 但是戰爭風雲可以在這裡 尋求電競靈感 2018年的 CALL OF DUTY 真正日上 該系列取而代之的 就是系列收入 加入大逃殺 類型 這麼這樣一來呢 雖然戰爭民可能對 電競的新聞感到困惑 但是他們應該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是否還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至於什麼事 不知道 原文沒說 戰地6可能會取代 某些新領域的戰役 而有關另一場大逃殺的謠言 已經開始在傳播 儘管大逃殺遊戲 類型並不適合所有人 但不否認他目前正在流行 而且該模式可以為更多玩家 提供數小時 甚至數十小時的內容 戰地6大逃殺模式肯定是具有潛力 這是因為呢 該遊戲 對載具車輛的獨特依賴 而且其大型地圖還提供了很多的內容 可以讓你選擇 在大逃殺模式之外 DICE可以很好的發揮模式的作用 為對手Call of Duty提供殭屍模式 無論他是怎樣 都能夠 比享受戰地風雲單人模式 可以討好更多的人 再來呢 他講現在什麼騙局 戰地風雲又有的故事 講缺乏背景 他現在是講騙局 也就是說說 還沒有競爭正式 戰地的 戰役呢 一直做得很好 就是因為 建立各個 戰地的遊戲風格 他這邊講的就是 每一代的戰地風雲 他會有每一代的戰地風雲的風格 應該是講單人模式 通過故事模式呢 玩家可以了解到戰爭及 戰鬥人員 從而為多人遊戲 增加更多份量 始終歡迎這種 對不起 下面這個 我 沒有這一段 那他有提到就是說 戰地六可能缺乏 此故事的機制 他沒有提到說是什麼機制 所以我不懂 從而始 就是說遊戲沒有太多可以提供玩家借鏡的數 傳傳輸 因為 他的原文這一段 我不曉得他說的機制是什麼 我看不太懂 作為證實之外的 Betterfell Bettercompany 2 一直缺乏這種沒有故事 可能有點混亂 其實這一段 我覺得我翻譯出來的 不是很好 因為我不太懂 他說的 戰地六的機制 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我看不出來 去目前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 戰地六將可能沒有派系方面的多人遊戲模式 這點我還是不懂說他到底是在講什麼 根據推測 遊戲背景將會集中在世界各地加入美國或俄羅斯士兵傭兵 由於背景故事聽起來非常複雜 而且戰爭本身故事的細節很有限 因此聽起來似乎是在戰役中進行探索的成熟時機 很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發生 而是在此前提下提供選單說明或加載動畫 儘管Call of Duty的季節性故事顯示 故事可以在多人遊戲中進行 但沒有可以建立一個戰役 無疑將是一個挑戰 也就是說 未來的戰地六 如果他把單人模式取消的話 他將可能會接近 Call of Duty的一些模式在走 再來 職業高手在戰地六的多人模式 上面 他現在是講一些高手 對那些不在乎戰地風雲 中講劇情的 並更喜歡多人遊戲的玩家來說 新戰役取消可能是一個重大的消息 由於DICE無需花 大量的時間 製作單人模式 因此他可以將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 戰地六多人遊戲 打到最佳的狀態 所以玩家最後可能可以獲得 更多的地圖 更多的載具 更多的遊戲 更多的遊戲模式 並在遊戲四周後 獲得更多的資源 隨著現場遊戲 成為戰地的生死攸關 確保該戰地玩家被挖走 應該是當惡自己 他們現在就是怕戰地 玩家被挖走 換言之如果沒有單人模式可以用 那戰地六新系統 新系統其實就很有意思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他講的戰地六的新機制到底是什麼 因為待遲會花時間跟預算來設計這樣的系統 可以讓玩家使用各種戰地風雲 遊戲中的武器 車輛 跟地圖列表 據推測 玩家可以在新遊戲中體驗戰地風雲 各個時代的內容 從戰地 1942 戰地連隊 中添加的功能 將 會覺得很有趣 而戰地六 現代戰爭玩法應該是重點 重新釋出其他遊戲 某些部分 可能會很有趣 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玩戰地六的時候 我們會 我們會接觸到之前 戰地風雲系列的一些內容 跟相關的 武器 配備 雖然重新啟動之前戰地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也不是說沒有他的缺點 如果擺脫單人模式這決定反而加入更多或更好的多人遊戲內容 那麼大多數玩家應該不會 因疏忽而感到困惑 此外如果說改由大逃殺或多人模式 玩家可能會得到 比其他簡短故事內容 節省數十個小時 對那些喜歡戰地風雲過去的單人模式 人來說 雖然傳聞過去 缺乏單人 戰役 令他們感到不悅 但在獲得更多 關於該遊戲的特色 詳細 信息之前 玩家們不應該將其視為 消極的遊戲 戰地六目前正在開發中 以上是他的 所有的原文 OK那我現在在講我的想法 如果說我們在玩戰地單人心 單人遊戲來講話 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說 當我們在玩戰地 單人模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單人模式裡面 我們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一些武器 一些徽章 然後還有一些 彩蛋 可是當你把單人模式取消之後的話 你有一些東西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在單人模式裡面執行了 那還有就是說 目前還不知道是否有練習場 那如果說 沒有練習場的情況之下 或是練習場還沒有做完 你在單人模式裡面來講話 你就 沒有辦法去練那個手感 再來呢 單人模式有一些 當你在單人模式用過之後 你在玩多人模式的時候 其實 你手感很快就會上手 可是一旦你取消單人模式之後 你會發現到 就是說說 你在拿著一把很陌生的牆 因為之前從來沒有用過 那還有一點 再來一點 比較現實一點就是說 當一款遊戲取消單人模式的時候 他的價格 是否會 更便宜 還是 照顏家賣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 而且我也不鼓勵 大家去手衝 手發 豪華版 那是非常 不明智的選擇 除非是 你願意當 白老鼠 那 我也 我也不反對 好 那 今 這個影片呢 大大之方 就到這邊 就告一段落 那 以後呢 那 就是說 目前的相關的一些 戰地流的 慢慢的一些文章 我會 趁這幾天 就是說 我會慢慢的 會因為 疫情的關係 我會相對有更多的時間 我會 待在電腦裡面 然後去 去拍影片 或是說 去翻譯一些 一些文章 上面來講 那 先跟大家 說一下 這樣子 那如果是說 你認為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說 有一些 其他 想要看到的東西 你不妨可以在 小屋下面留言 可以讓我知道 比如說你要看 那當然要在我的能力範圍 之內 如果說沒有 那當然是好 因為我發現到 其實我小屋 我小屋裡面的人氣來講的話 我也知道 大概知道說 哪一些 固定群 哪些玩家固定群 是我大概是知道 那我目前玩的是 戰地 戰地3系列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說 我 之前 在錄 戰地5 停更一年之後的 那篇文章 那篇影片來講 有人是跟我講說 他想要 讓我再錄一次 那 我會 斟酌 我會考慮 然後可能會再錄一篇 就是在 就是 再錄一篇 就是說 戰地5停更後一年的一些感想 我會斟酌 我會想要可能再錄 再錄一次 影片 這樣子 會 就是說 會再錄一次 這樣子 因為 因為很多人 對 我發現到有人私底下說 對那篇 影片 講的內容 蠻有興趣的 那 我會盡可能的 就是說 把 影片呢 就是說 跟我的心得 那釋放出去 那今天的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那一樣呢 我們就是說 這個影片看完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影片的 系列的結束 那 我們 也是很期待戰地6 未來的戰地6可以 表現得更好 但是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 還沒有說讓我說 非常的 很興奮的那種感覺 目前還是沒有 但是就是說 我們就 稍微先看一下就好了 稍微先看一下就好 無需就要太多那個 因為 就自己自己自己不比 百上百勝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 OK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拜拜